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充 村里最优秀的小伙子杀了人 然而坐牢十年出来后 小伙震惊地发现 当年的凶手似乎另有其人 昨夜被害者家属宝英妈妈来到警署署长家中 宝英妈提醒署长 十年前最后一次看到宝英 是在署长家里 当时宝英来署长家 找署长儿子小五丸 不想意外看到自己妈妈和署长外遇的一幕 震惊的同时 宝英脱口而出 觉得母亲很脏 宝英妈认为如果当时自己追得出去 女儿或许不会遇害 因此在她看来 女儿是被自己和署长间接害死的 署长却冷笑一声 意识到女人如今重体往事 定然另有原因 果然宝英妈要求署长将自己丈夫 从看守所里放出来 此前宝英爸亲口承认 将正与母亲推下天桥 如今已被关押了好几日 署长直言自己无法做到 毕竟宝英爸已经坦白罪行 宝英妈却不惜威胁 如果署长不答应 便要让署长和自己的外遇丑闻传遍整个村子 同一时间 卢警官正在重新调查十年前正与的杀人案 并为此翻看了当年的证人陈述视频 根据视频中多位村民的供述 以及对案发当晚经过的时间计算 卢警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案发那晚就算正与以最快的速度杀害宝英并棄尸 也无法赶回仓库谋杀另一名女生 换言之 两起案件的凶手可能并非同一个人 带着疑问卢警官重返作为仓库的案发现场 正与也在仓库内近日正与拼命寻找真凶 认定自己并非凶手 同样的正与也查出宝英被弃势的时间上 另一位女生已经遇害 除非自己能够分身 否则时间上根本无法说通 此外正与发现 案发当日自己并未开车 和车子的油表却已经见底 按照自己习惯加的油量判断 当日车子能行驶的最远距离 便是遗弃宝英尸体的废弃学校 能拿到正与的车钥匙 并且知道废校的人并不多 为此正与判断 凶手一定就在村子里 卢警官却忽然打断正与的话 在警官看来 就算凶手有两个人 也无法为正与洗脱嫌疑 正与很有可能存在共犯 正与高声为自己辩解 警官却依旧不信 二人争执时 小雪来到仓库 称有话想对卢警官说 就在今晚 小雪忽然想到 署长儿子小武的画作 画作上有夜影机和甘草 与案发当日的仓库场景一模一样 另外画作里 甘草的前方便是遇害死去的女生尸体 小武曾亲口告诉小雪 正与并非凶手 小雪怀疑 或许小武目击到了案发经过 并将看到的一幕复制到了画上 然而当小雪将目击者一事 告诉给卢警官时 警官却并不相信 小武患有癫痫及精神方面的问题 警官认为这样的人所陈述的内容并不足性 至于依靠想象力绘制的画作 也并非照片和视频等物 根本无法成为证据 面对警官的不信任 小雪气呼呼呼地离开 更悲催的是正与 夜晚正与孤零零地走在村中 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线索 却被警官说成是共犯 想到这十年来发生的事 以及自己所遭受的冷眼 正与的心中痛苦万分 深夜正与来到母亲的病床前 时隔多年 他仍然记得父亲当年的教会 不论发生任何事都要坚持到底 正是这句话令正与打起精神 决心不顾艰险追查到底 次任纳千前来看望正与 望着眼前自己暗恋了十多年的男人 纳千情不自禁伸手俯上正与的面颊 然而正与醒后对纳千却冷淡如常 正与自顾自尽浴室洗澡 纳千便站在浴室门外 说着安慰和鼓励的话 希望正与随时与自己分享内心的煎熬 事到如今纳千唯有掩饰内心的喜欢 谎称只想和正与做一辈子的朋友 二人一起吃饭时 纳千也说自己相信正与 希望能帮助正与洗刷冤屈 也期盼带正与找出真凶后 能带着母亲和自己一起搬到首尔 正与答应 等案件的事情彻底了结 他绝不会继续生活在这座村庄 正与打算让警方重启当年案件的调查 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卢警官 卢警官在警署会议上提出自己调查到的疑点 说出可能存有共犯的猜测 但署长认为仅凭这些还不足够 如果没有全新的证据 要想重启调查根本不可能 卢警官继而建议寻找另一位女生多恩的尸体 署长仍然拒绝 表示警方已经仔仔细细找了十年 如果现在再去寻找万一还是没能找到 卢警官无法担起这个责任 警署外正与听到几位警员的对话 警员们议论称当年该案是署长负责的 署长也是因为此案才得以晋升 因此绝对不可能翻案 听到这话 正与冲入警署大喊着说出自己的委屈 眼见正与即将和警员打起来 署长只好将其叫到办公室 办公室内正与高声辩解 强调要找出真凶 署长面露不怨 声称自己作为正与父亲的挚友 能帮正与做到任何力所能及的事 除了抹去其犯下的罪行 正与却并未就此放弃 先是找上做警察的老同学 拜托对方帮忙申请重新调查 无奈老同学只是个小警察 根本没这个权限 正与又找上身为队长的卢警官 然而卢警官仍然对正与满心怀疑 表示自己主张重启调查 不是为了帮其洗刷所谓的冤屈 而是为了找出正与的共犯 面对这样的结果 正与忍不住黯然神伤 另一边 小五的主治医生 医院的院长近日神情恍惚 几天前 院长收到一则奇怪的短信 对方称知道 十一年前杀害自己的人就是院长 隔天 小雪拜托院长让自己探视小五 院长却以小五须静养为由婉言拒绝 小雪离开后 院长注意到 沙发上落下一个新鲜的贴片 疑似是小雪衣服上的 看着这枚贴片 院长似乎面露不安 晚上 院长与一元妻子进餐 偶然中 一元看到丈夫手机内收到的奇怪短信 后又发现丈夫和别的女人举止暧昧 此外 院长明明说小五还在住院 可这天小雪却亲眼看到小五就在路上的车里 出于好奇 小雪来到署长家打探 发现小五的房间确实亮着灯 署长坚称儿子还在医院 甚至让小雪亲自到家中查看 小五的房间的确没人 小雪正准备离开 不想这时 一个和小五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子出现在面前 同一时刻 署长收到宝英妈要求其释放自己丈夫的警告短信 为了保全自身 署长找来下属 照借口称针对宝英爸的审讯过程不正规 下属听懂意思 当晚便将宝英爸释放 被放出来后 宝英爸却并未学乖 而是立即给两位村民朋友打去电话约定见面 见面后 宝英爸直言 自己打算杀了郑宇 好为女儿报仇 为帮助宝英爸 其中一位村民帮忙弄来自制的土枪 当晚宝英爸藏入郑宇家中 带郑宇回到屋内 宝英爸立刻朝着对方端起了枪 郑宇面色镇定 依旧为自己辩解 然而下一个瞬间 可怕的枪声响彻夜空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